五十几万能租三千多 这样的房子在洛杉矶是什么样的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首先咱们正在这个路上要去那个房子里 周边都是这种商业设施 包括超市各种广场 甚至旁边就是有这种办公楼 球场 还有酒店公寓之类的 像这样的地段 就属于非常繁华的地段 因为不缺人 衣食住行是基础 人流拉动基础消费 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社区 咱们现在进到这里面 很多美国人都是靠这种方式来养老的 因为它的租金会越来越多 但是持有成本几乎不变 有这么两栋就抵得上一个人上班了 另外这还不算房子往上涨 但是这种房子一定要简单实用 一方面就是房主的维护成本低 另外租客其实就是图上班近 所以一定不能给租客造成负担 出租房就是因地制宜 匹配房主和租客的需求 高度契合才能达到最好的回报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